好辣 好辣 我吃不下了啦 所以最厲害的東西是這個 草莓棉花糖可送 馬豆我剛剛就知道 給我 C442 Mumpo Visties 嗨大家好我是小真 今天呢是久違的護照外送第三集 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開想呢 因為這次的企劃呢 除了米雪跟羊羊我們參與之外 還另外找了黑羽 辛迪 璀璨跟季安 四個有創作者一起來玩護照外送的遊戲 欸大家應該也知道最近有什麼節日要來了吧 沒有錯這是過年 那想到包伯又想到過年會想到什麼呢 沒有錯顏色挑戰 所以呢就是我們護照外送新增一個規定 就是你每一餐一定要有紅色的元素 不管是食物的名字裡面有紅這個字 像紅蘿蔔啊 或者是這個食物的外觀 本來就是紅色的 像番茄 這些都算在外送的標準裡面 那我們就期待今天 大家會說到什麼餐點吧 好那接下來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餐要給誰 我今天一早打開手機 打開外送平台 我感覺就 一個直覺 給黑羽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想給黑羽 所以呢我就去黑羽的那個外送地址稍微翻了一下 後來我臨機一動 我想說 啊 這麼早不要吃太重口味的 所以呢我就幫黑羽點了一個青州小菜 讓他就早上不要吃那麼重險的 有紅蘿蔔紅棗跟番茄炒蛋 希望他早上有一個 清淡而不油膩的 早餐 YA 好的我的第一餐呢 選擇了 季安 因為 他就是看起來很瘦 很想要餵飽他 你知道嗎 阿嬤性態 欸但我不是說其他人很胖喔 然後我點了我最喜歡的早餐點 Q Burger 鮪玉米可朗芙 跟一個比利時歡樂平盤 這是我本身很喜歡吃的 那個平盤裡面有酥餅跟雞塊 他們的酥餅超好吃的 就是現炸 可朗芙我就不多說了 你們自己去看他吃 我真的超愛的希望他會喜歡 另外呢現在那個Q Burger在買一首 地瓜球加大杯的冰奶茶 然後總共兩份 所以他有兩個地瓜球跟兩個奶茶 我想說他加那麼多人 他應該可以給他家人喝之類的吧 所以 呃就趁這個機會呢點爆 各位出事了 我忘記 紅色元素了 可是我剛剛那個炸物啊 我在想他到底會不會附那個番茄醬 以防萬一呢我決定再點一個東西給他 然後我選的是可不可紅茶的一個富貴成眉 以這個圖片來講是非常的紅 然後又叫做富貴 過年怎麼樣大富大貴 非常的吉祥 所以呢我覺得這超級無敵爆適合 我決定再點一杯手搖給他 加上呢他好像可能下午會出門吧 手搖呢就是可以帶出門的東西 然後早上兩杯奶茶 下午再一杯富貴 我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畢竟是我們邀約別人的 所以呢我想第一餐呢還是送給其他人好了 我決定呢我要來送給CINDY 然後因為現在天氣變得非常非常冷 所以呢我決定我要送一個泡菜鍋給CINDY 變一個韓式辣味泡菜豆腐鍋 然後再送他一個中杯紅茶 那就希望CINDY吃得開心 然後希望我也有東西吃 來 欸那我今天超漂亮開設 欸呀 隨便喔 因為我今天跟楊楊有開設 所以我們兩個都在公司 對 是的 兩個都在同一個空間之下呢 11點到了 來我們來公布一下自己的第一餐 對 妳是 我是 是 欸沒有騙了 寂寞 吃一個寂寞 那我跟妳說一下我得到的什麼 青花椒火鍋大餐 反正 青花椒 欸太扯了啦 青花椒很讚耶 而且也太多東西了吧 他們我家裡都說 喔這餐沒燙耶 好胖喔 這餐應該真的很貴喔 而且妳知道今天11點我們 我們的定位是早午餐 誰當我穿吃青花椒啊 喔還有飲料耶 還有老油條 但是看起來很辣 我現在的小串 我可以分妳一點啊 妳可以就是拿點東西來換取幾口青花椒 拿點成飲 猜神到 噔噔噔噔噔噔 猜神到 噔噔噔噔噔 猜神到我家的門口 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摘聲 姐摘聲 摘聲到我家裡頭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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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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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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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不要給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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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аг 不要給她噔噔噔噔噔 可以嗎 可以妳獲得了一口辣椒 這個大顆 喔用了不醘 果香 好香耶 劑超餓的 但我其實蠻好奇 你吃完外面 看來超辣 全部都是辣油欸 我覺得好可怕喔 有肉嗎 有肉嗎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欸有欸好像有 然後呢這個是冬粉 是不是 我記得那時候去開箱 覺得這個沒有很好吃 然後啊我喜歡的豆腐 秋豆腐跟 這個應該是 菜高麗菜 然後還有配個飲料 不知道是烏梅湯還是什麼吧 老油條 and and這個 特製醋汁 Oh my god 一個冬粉就辣到爆 冬粉給點 冬粉很辣嗎 燒辣了 我要希望我早上其實 不太喜歡吃太油 太重口味的東西 啊不要 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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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屁喔 沒關係我等一下肚子餓 我就來舔鍵盤 欸這是無糖茶欸 讚欸 舔鍵盤喔 想看 菜神道 我餓了 我餓了 嗯 豆腐好吃 有點介於嫩豆腐跟臭豆腐中間 啊 還有鴨血欸好吃耶 就拿筷子啦 到底是誰啦 這大蠟吧 那我連一個香果都吃不完 想挖點料起來吃 這每一口都是煎喔 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 那個人就會覺得說 這樣子小鎮跟羊肉豆可以吃 都很辣 已經很賭爛了一個壁子 沒有他說的那麼誇張 很賣 你再給我吃幾口 這本好痛喔 好痛 我不行了啦 我現在超不舒服的 然後我的嘴巴超麻 我只要不講話 他會好白 我收到我的餐點了 他幫我點了一個曼月梅紅茶 然後這個是紅酒燉牛肋炒麵 然後加泡菜 還有一個我覺得看起來最厲害的東西 是這個 草莓棉花糖可頌 我決定要先來吃這個 他看起來太厲害了 我覺得他搭配很有趣 可是他的草莓醬吃起來很像是 最普通最一般的草莓醬 看起來比較厲害 吃起來一般 但我覺得很酷 收到這個心情超好的 我覺得這樣子感覺 我一整天沒有收到其他東西 也可以了耶 曼月梅紅茶 它是很不甜 而是曼月梅香氣很重的類型耶 然後這個紅茶也不會苦歸色 這個很好喝耶 然後什麼一枝三菜烏 這家連我都沒有點過耶 為什麼大家都可以點到我沒有點過的店家 我來試一下它的牛肋 牛肉很嫩耶 欸這家店很優秀耶 我要先等一下加進我的烏果清單裡面 這麵看起來有點像泡麵 應該是炒泡麵 但是它炒泡麵還有加泡菜 就有一種提升的感覺 它有吃喔 不知道是誰送我的 但是謝謝你 好呢 下午茶的部分呢 我這邊決定要送給季安 因為聽說他下午有一個工作 應該是非常忙碌的狀態 所以我決定要訂紅豆餅給他 我選了紅飽食巧克力口味 然後還有水晶紅豆餅跟一個魚食紅茶 紅紅紅給他紅下去 然後另外我還有看到我滿有興趣的是奶茶餅 因為其他都是已經有紅相關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伯爵奶茶餅 就是我點讓他試吃看看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口味 是叫黃金咖哩餅 我沒有吃過咖哩口味的紅豆餅 就讓季安來幫我們試看看好不好吃 來到下午茶的時間呢 我選擇要訂給璀璨 然後呢 我準備了一個非常特別 我點了六樣東西 祝你恭喜發財六六大蒜 六個都是紅的喔 然後我點了全臉 然後有些東西是非常抬的 我就有感覺可以給水晶試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第一個是那個梅心糖 應該很多人在過年的時候 那個桌上的糖果都會出現 再來蒸油味 紅燒口味 就算他的那個餅乾粉其實不夠紅 他已經紅燒口味都在 勞引紅豆日式大福 我只能走到日本去了 所以我給他多元國家的這個美食啊 還有品特薯片是番茄跟末 他可以拉風味 感覺比較美式 他屬於可以撕裂一下他的故鄉 喔 經典的台灣古早味蜜汁沙茶 那種魚片 非常的棒 然後還有我季思心推薦的美糟無糖紅茶 超好喝 就是一整個套餐零食甜點 讓他可以吃到晚上吃到宵夜 就這樣啦 好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我要來訂下午茶 我來給個季安好了 下午茶時間呢 就是一定要喝飲料的啦 我就是一個飲料人 然後我點的是Mr.Wish的鮮果茶 他在冬天的時候 那個紅色的東西超級多的耶 他有草莓系列 然後還有紅心芭樂系列 兩個都點給他 點一個草莓洛洛 然後再點一個紅心芭樂梅 希望他喝得開心 希望他喝得完 已經 快四點了 對 我們晚餐大概三點應該要送啦 有啦有啦 我們今天的餐就是 空氣 我們兩個都沒有耶 三明治 Oh my God 我們這個人多失敗啊 希望晚餐會有耶 我也是 嗯 我們那麼用心準備了 下午茶 你也很用心吧 我到現在都沒收到一餐 對耶 我現在很擔心 會不會 我今天真的是沒得吃啊 主管單位也沒東西吃啊 對啊 好啦 我們晚上再撿 要不要發個憲動說 好餓 好寂寞 好想吃 什麼東西 對 然後看他們會不會看到我們的IG 各位 我下午茶收到了兩袋 天啊 欸 那是 誰沒東西吃 哇 然後我現在看了一袋是飲料 然後一袋是甜點 這兩個人配合得太好了吧 合作五間耶 那我就先來喝一下這個 聞起來是拿鐵的東西 他喝起來也是一般的拿鐵 一般的拿鐵 然後是有加糖的那種 拿鐵跟過年 跟紅色的關係在哪裡 然後 然後下一個呢 我要來吃這個 超可愛的 這邊得到的是一個 紅蘋果的蛋糕 我要先把這個巧克力吃掉 超軟的耶 你看 它裡面好漂亮喔 麥月眉的感覺 酸酸的 這樣也不會太酸 外面是慕斯 然後 中間這邊奶 奶油 然後這個是也是另外一層慕斯 然後最特別的是 最下面這個蛋糕啊 它是有一點堅果口感 很像是 開心果那類的 然後我來試一下 它底部的 餅乾 餅乾很酥 然後很香 蛋香味很濃 很會買耶 甜甜 超會買的 然後呢還有一個 馬卡龍 跟一個 爆蛋糕 這個馬卡龍 超漂亮 上面還有精粉 很甜喔 很甜 很好吃 最後一個 是一個棒蛋糕 有一點點莓果感 但它也很甜耶 裡面其實最不甜的是那個 紅色的小蘋果 好好吃耶 白蘭蒂櫻桃 白蘭蒂櫻桃 是不是白蘭蒂櫻桃 我覺得它有一個 酒香味飄出來 不知道是誰買給我的 但我非常感謝你 OK來到晚餐時間 然後呢我剛剛左思右想 我決定來訂給CINDY 然後呢我剛剛就在 就是他住的地方附近 找到一個非常非常紅的東西 他那個照片一看 紅蹦蹦蹦的 非常符合這次的主題 我送他那個韓式炸雞 也很適合就是CINDY 最近剛去韓國回來 應該還想再去第二次吧 所以呢我就訂了那個韓式炸雞 希望他晚上可以 美味的享用那個餐點 好現在是晚餐時間 然後我剛剛騙小禎說 我今天晚餐點給CINDY 但其實我是點給他 然後我點了一個雪花冰 跟一個紫米粥 我記得他沒有到很喜歡吃紫米粥 然後另外是今天很冷 我就是要弄他弄死他 然後點的都是一些紅色的料 紅豆跟草莓 等一下呢我覺得假裝不知道 然後看他在那邊罵到底是誰寄給他的餅 好現在快要晚餐時間了 紅色的東西我剛剛想了一下 有一個很適合就是生的鮪魚 然後呢我就決定在壽司店 可能訂一些鮪魚壽司啊之類的 可是我發現好像沒有純鮪魚的 所以呢壽司狼這邊有一個爆量鮪魚蓋飯 OMG看起來超好吃 然後因為壽司狼 其實小禎一直說他很愛吃 所以呢我晚餐就訂給小禎好了 來在我們BZ的同時 我們的餐點也到了終於 啊我們兩個都有欸 對啊 因為我竟然是壽司狼欸 我覺得應該是 有在 妳這好臭喔 不要幫妳看 我也覺得好臭 什麼啊 有什麼好臭 韓式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蠻貼心的 因為很熱 又是辣的喔 喔對 還是應該是辣的 喔呦 有點創意好不好 紅色系就只能是辣嗎 還有很多東西 我吃鮪魚豆飯欸 太爽了 而且鮪魚很貴欸 哇 現在在光澤 OMG 我覺得這個人一定有在follow我的IG 可能會是CINDY之類的 我猜是CINDY 一個辣的泡菜 一碗飯 還有這個牛豆腐鍋 然後看起來超紅的 跟中午的青花醬 比中午的青花醬還紅啊 可是我剛好很想吃壽司 好 跟中午的螢幕一樣啊 到底是哪個貼心鬼啊 到底是哪個想整我的人 我咬一尺給你們看 來 紅粒粒 超紅的 太可怕了 喔呦 最近小燈吃都覺得很辣了吧 紅韻當頭 好彩頭喔 好彩頭啦 我覺得 大家都很會玩遊戲耶 好喜歡喔 嗯 鮪魚超好吃的 超多 超多的 它現在是那個鮪魚的碎肉 然後上面是鮪魚片的 超好吃 大聲啦 我耳朵破掉了 我不知道其他人收到我的餐點會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我這幾餐都非常用心的準備 歡迎大家點影片資訊欄 我們會把其他 我們會把其他人的影片連結都放在上面 然後記得去看他們收到的樣子喔 我吃不下了啦 我剛剛以為我們今天差不多結束了 所以我剛剛就收了很像結尾的話 殊不知 我這邊又來了一份 妳那一份是什麼 又是韓式 又是韓式不對鍋 經典不知的鍋 一樣都是韓式的鍋 都是辣的 對 應該只有三個鍋 我這一次二十四小時吃辣挑戰 超好笑 但重點是 我收到了一袋 我覺得這袋看起來很無妙 一袋 馬豆 我剛剛就吃辣 給我紅蘿 哇 而且還是馬的各種紅蘿 沒有人會需要 撥浪原片的紅蘿蔔 馬豆 誰辣 還有嗎 他送了三袋紅蘿蔔來 要預備吧 大家都很會玩遊戲耶 然後我又再收到兩台 所以妳總共有三個晚餐嗎 對對對 我這個收到的是牛奶雪花冰 然後是紅豆跟草莓醬 還有一個是紅豆紫米粥 然後芝麻湯圓兩顆 然後他還加購了一個巧克力醬 感覺是要抽冤沸的部分 而且應該也是 知道我喜歡巧克力的人 誰有在follow妳的人 我覺得這袋有可能會是米雪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有收據 拿起來 對拿起來 我從一餐什麼都沒有 然後變到就是一餐然後有三個餐點 然後其中一個還是三袋紅蘿蔔 那這些餐點呢 因為我們有些加班的同事 我們會一起分享給大家吃 對 大家不用再吃 欸 那我們來猜一下誰點的好了 好啊 我覺得這個那種白癡 換你打白癡 白癡 黑癡 他還講是黑癡耶 雞安蘇麟的伯伯 對 對 他也很愛玩 第一條話我覺得有可能是米雪 啊妳那一個我覺得有可能是璀璨 就是感覺是很震驚的那種 對 這兩個應該是水燙或鮮魚 然後早上那一個呢 我覺得早上那個太白癡了 黑癡 這個怎麼感覺很熟悉啊 這個應該是蒸竹炸那一杯 對對對 沒有頂鍋 來我的這個鍋 and這個鍋 兩個都是韓式辣的鍋 小禎的壽司啦 跟一堆紅蘿蔔 滿滿的紅蘿蔔 跟他的雪花冰 草莓跟紅豆醬 還有芝蜜粥 欸 他這草莓醬跟那個混在一起 好餓喔 那不要倒好了 這樣會好吃嗎 我不知道 我來想要補充一下 我剛剛最後拿那個部隊鍋的餐點啊 吃久發現他其實不會辣耶 而且還有那種起司的奶農感 那是我今天最喜歡的一餐了 感謝贈送我的人 好的 跟大家說一個消息 現在呢已經快八點了 然後我確認過我今天是沒有晚餐的 沒有關係我已經三餐沒有吃到兩餐 我覺得我算是非常幸運的 畢竟我們這次是七組人隨機分配 謝謝大家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大家看的開心 掰掰 訂閱 按讚 留言 加入回家 等一下 再一個是 一 二 三 加入回家 我跟妳講 直接餐也要給妳喔 我真的太浪 不行 我搞一口 在此這邊祝大家新年快樂 耶 恭喜發財 耶 紅運當頭 耶 紅燒蜜蜜 嗚呼